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宋唐一如採訪報導 和兩任總理鬧矛盾習經濟會突離場 去年12月11日至12日 在北京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中共黨魁習近平在首日發表講話後 次日就帶領一眾高官中途離場前往越南訪問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話稱 習出訪越南原計劃於12月14日至16日進行 但由於未能具體說明的原因 提前至12日開始 中共官媒消息稱 當地時間12日11點50分 習城專機抵達河內 從北京飛到河內約為4小時 而且越南與北京有一小時時差 照此推算 習的專機大致在北京時間早上9點起飛 根本無法參加12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這是習上台十幾年來 首次未能完整地出席重要的中央年度經濟會議 習為何中途離場 目前外界尚未得知 習為何突然中途離場 長期關注中共政局的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旅美政治學者王君濤 向大紀元解釋了其中原因 這些內幕來自於一位消息人士 王君濤說 共產黨有兩個會議比較重要 就是每年12月有一個政法工作會議 分析明年維穩政治形勢 應該打擊哪些力量 提前要採取哪些措施 還有一個就是經濟工作會議 研究中國的經濟怎麼克服困難 去年的經濟工作會議開了一半 習近平氣壞了 中間就拂袖而去了 原因就在於所有的部門都在抱怨 現在經濟出現了很多問題 而解決方案都是李克強的方案 李克強的方案就是保民生 保就業 保基本面運行 而不是去搞什麼新制生產力 什麼高端突破 王君濤表示 習近平會覺得李克強雖然死了 但陰魂不散 整個國務院和經濟部門 都還是拿這個方案來對他 他就會覺得李強沒有控制好局勢 工作有一些失控 因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國務院要提前做工作 李強還可能覺得李克強都死了 他有些事情還是保留 還是讓那些人那麼匯報 當然可能李強自己也認為 經濟往下走的話 靠那些什麼科技創新 是吃不了飯的 還必須要搞民生企業 他不好直接跟習近平提 讓底下這些人把意見放出來 所以那個會議等於不花而散 他說 他說 估計習近平還覺得 應該用他的詞來說 不要用李克強的詞來說 因為習現在做的一半 還是李克強的 比如吸引外資民營企業 但另一方面 他讓國家財政和金融 傾向於高頂尖 高大上的企業和產業 從這方面來說 才說他又不甘心 去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提到了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問題 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 部分行業產能過剩 社會預期偏弱 風險隱患仍然較多 國內大循環存在獨點 外部環境的複雜性 嚴峻性 不確定性上升 按照李克強2023年3月份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解決方案 是實現居民收入增長 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著力擴大國內需求 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 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深化國資國企改革 提高國企核心競爭力等 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並不是首務 但從中共黨媒發布的 中共經濟會議最終文稿來看 黨魁意見佔了上風 給出的方案優先事項 不是增加內需 削減產能過剩 而是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 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 催生新產業 新模式 新動能 發展新製生產力 新製生產力 還是習去年9月份 視察黑龍僵石首次提出的 也被寫進文稿中 這種問題與解決方案之間的矛盾 反映出習近平可能與體制內一些 依然信奉相信李克強經濟學的官員之間不同調 這一經濟決策也反映在李強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李強首次把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政府工作的首務 新增了新製生產力 而擴大國內需求和保民生不再是優先目標 專家已經指出 所謂像電動車、電池和新能源新三樣為代表的新製生產力 在GDP中所佔比例非常小 雞帶動不了就業 民間也沒有需求 過度的投資還造成產能過剩 最後只能依賴出口 加劇貿易衝突 美國情報界的最新報告也評估說 北京明白問題所在 但它正在迴避改革 因為這與習優先考慮的國家主導製造業 和工業投資的方針相悖 清除李克強影響不利 李強失從寫檢討 李克強在與習共事的十年裡 經常與習唱反調 2020年的兩會 李克強表示 中國還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月入僅1000元人民幣 直接打臉席的全面脫貧 2020年6月疫情期間 李克強考察山東時 高度讚揚地攤經濟能創造就業崗位 是人間的煙火 2022年8月視察深圳時重申改革開放不會停頓 長江黃河不會倒流 去年3月在卸任前告別講話中說人在幹 天在看 蒼天有眼 王君濤對大紀元表示 按照習近平的講法 共產黨體制有集中資源辦大事的優勢 李克強做總理時一直想保民生保就業 他說 李克強還是想保持在鄧小平的方向上 他的思路是腐敗是因為政府權力大 民主和法治都不歸他管 但他可以把政府的權力進一步放小 這其實是溫家寶後期的思路 溫家寶就是簡正放權 自上任以來 李強正逐步執行黨魁的想法 並大力清除前總理李克強的影響力 及降級國務院的機構職能 去年3月17日 李強主持的第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 通過了新的國務院工作規則 明確新增 中共堅決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堅強領導下開展工作 重大決策 重大事項 重要情況 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 李強還下令 在新規則中刪除了李克強 一直力推的招牌性改革 放管服 去年3月21日到22日 李強上任後首次到湖南調研時 對製造業進行調研 並主持製造業座談會 強調重視實體經濟 推進高端製造 也是對李克強注重民生的否定 去年11月7日 在中共深改委第三次會議上 對國有企業做出新的指示 推動國有資本 向關係國家安全 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 和關鍵領域集中等 這些措施進一步確立了 國企在中國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清算李克強的政治遺產 他強調的是向國企灌注更多的市場因素 而不是強化國企 特別是今年兩會期間修訂了國務院組織法 新增條文包括國務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等表述 這被認為國務院已經降級為中共的一個辦事機構 外界感到意外的是 今年兩會閉幕時 李強打破過去30多年 總理出席兩會記者會的傳統 沒有召開記者會 在今年3月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 也沒有參與傳統上 由總理出席的外國高管座談會 王君濤分析說 習近平可能覺得李強做的還是不夠 在這個地方不忠誠 所以給他難堪 給他臉色 專制統治者之人 該你說話不讓你說話 你就知道那個人對你不滿意了 他表示 經濟決策權本來就在洗手上 其實還有幾個權力 比如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 現在交給蔡奇了 說明他對蔡奇放心了 但是現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 還沒有交給李強 說明對李強不放心 就因為李強可能有些是處理的不好 李強還在不斷地寫檢查 還沒過關 正在寫 他引用消息人士的話說 共產黨這樣出個事一定要寫檢查的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力參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力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韓國優質 六年高力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劍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 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力人參含有三十四種 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 RA、RF、RG3、RH2 為高力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 灶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製人 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 持高力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 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 RG3的含量比鴻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宝黑參中的人參 灶代的吸收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是鴻參的六倍多 是白參的十六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 謝謝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